欸這是你愛吃的漢堡牌 800塊而已 這樣採100多塊 我覺得比台灣的一件事 牛排要划算 大家好 話勞不期而悠的頻道 我是Steven大象 今天這影片 我們要來帶大家來看看 日本人百貨商店裡面吃什麼 現在可以看到我人跟蝦呢 是位於池袋的 東武百貨 每次我們在這邊轉車的時候 每次都看到一堆吃的 而且都很精緻 對 都超級精緻 而且都超級誘人 所以呢今天我跟蝦還要溜 今天這影片呢 讓蝦看看 他們日本人百貨的甜點跟便當 吃起來到底是什麼味道 那現在廢話都說 我們馬上走嗎 那今天我跟蝦帶大家來逛 是東武百貨 事實上在地下街呢 也有非常多家百貨 它每一家都非常大 而且種類非常多 所以我們兩個人 就帶大家來逛一下 哇 這邊有賣好多的布丁喔 有芒果的 有草莓的 有一般牛奶布丁 上一杯賣台幣140 好像感覺 我覺得跟台灣的價格比起來 也不會貴很多喔 哇 你看這邊 草莓蛋糕 哈密瓜抹擦蛋糕 然後有那種巧克力蛋糕 好漂亮喔 而且它一個大概就800多塊 接近200塊台幣 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蛋糕 你看 是不是都非常小巧精緻 像他們那個草莓蛋糕啊 弄得非常精緻 然後上面還放了非常多的奶油 那一個賣也800多塊呢 我必須講其實像是因為真的 他們Ruby點子太多 所以就會造成說 他們的百貨公司的物價 其實相比台灣 地面有高說非常的多 東武百貨下面還有那個 紐約起司蛋糕 就是我們之前吃過耶 就是很奇怪 他們說市區很難買 你看像他這邊都說 全部都賣完了 可是我跟大家講喔 我們那時候成田機場出境的時候 去跑那邊很好買 而且不限量 所以在這邊擺不到沒關係 只要是成田機場出境 我忘了 第二航廈 還是第一航廈 我忘掉了 我們是站第二航廈 第二航廈 只要進到禁區喔 它全部都有 而且不限數量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飢餓行銷啦 然後你看它這邊有賣團紙喔 它寫雨製米茶 還有和菓子 它這應該是模型啦 可是看著看得很漂亮喔 你看這樣一盒 不過它這邊的和菓子 真的是價格不算可行 因為它剛剛那樣子 一台就要賣1500塊 我覺得日本他們的甜點很厲害 就是他們的水果 你看 而且這才420 很便宜耶 總共你看這種小的蛋糕 這大的才3,600 喔喔喔 No.1 你看旁邊這個 有柑橘的也才3500塊錢 而且它看起來超漂亮 哇 妳看這邊 真的有多塊橘子喔 對啊 柑橘耶 好漂亮喔 而且它價格大概160塊 就真的是幾乎 跟你到外面去咖啡廳店店的 一樣甚至還要便宜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是草莓的耶 而且做的金銀Tick 然後中間是巧克力 然後看到這蘋果 然後上面這應該是藻蠻 還有杨梨耶 做的都好可愛喔 而且它賺一個680 包稅735 大概是140塊 150塊左右耶 真的價錢是不會 可是質感真的是很好 這個好漂亮喔 這個小薄薄一片 把它弄得有點像餅乾一樣 一盒要2800塊日幣 然後還有賣這種 肚丁跟綜合餅乾 韓國也喜歡吃這種綜合餅乾 不過我發現日本他們的百貨 裡面買的會更多 好可愛喔 呀呀 這樣一個草莓塔 才賣4000塊錢 比較小的話 是大概2千多塊 2500塊2600塊日幣 它算成台幣大概500多塊 但是現在台灣真的500多塊 已經買不到什麼蛋糕 所以其實它這邊價格真的是不貴喔 然後你看它這邊好像賣大幅耶 都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草莓大幅 中間有包白蟹跟豆沙的 不過它這種 因為體積比較好 所以它一個價錢都比較貴 大概是430塊日幣左右 哇 他們這邊連羊羹都有 而且超多這種口味 你看有黑砂糖的羊羹跟抹茶 還有一半的紅豆 而且包裝都非常的精緻喔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那一盒呢 隨隨便便要接近1萬塊日幣 差不多就是要2千塊 台幣真的是不算便宜 大家看到我跟夏呢 是來到了台北喔 來看 假髮 因為父親節到 相信很多爸爸都有 頭上無毛的困擾 我絕對不會說是為了我喔 那我們可能會先移移的髮型 還可以做配戴 那開始可能要稍微適應一下 哇好像瞬間感覺 就變年輕了喔 對啊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真的差非常非常多 有點像是 回到我25歲就大學剛畢業了 這個跟第一頂 它的結構裡面不太一樣 這就是前面可以黏貼 這個真的有點太浮誇了 搭配的型在修 你的頭髮會更好看 那想請問一下 像你們這樣假髮的話 它大概一頂可以戴多久 送命 送命兩至三年都有可能 要看個人 他們如果有意願的話 要怎麼去選 比如說科技的還是人工的 我覺得人會選真髮的人 會選科技 本它正髮是可以吹上來 那科技本它就是 我們修好一個型 就是不一定的 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意思 這個比較日式 這個很時髦喔 這個跟 這個很像玩戴小型 呀咧呀咧 體驗完之後 對禿頭男生來講 我覺得這個 會很有很有信力 因為它戴上去真的非常真 感覺就像回到我25歲 如果依那樣的價格能戴兩年 我覺得會是執法之外的 另外一個好選擇 戴上去說不定 然後可以再去找 新的嫩妹對不對 標都沒 可以來到台北的德意假髮 現在呢有父親節活動 8月20號前 假髮想85折氣 染兒加陣回饋金跟小禮物 紳士訂製限定 再折880元喔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囉 接下來帶大家看完天點 就要來帶大家看看 便當吃啊 便當吃也是他們非常厲害的喔 欸呀你看這邊有漢堡牌耶 超多種口味的漢堡牌 還有牛肉片 牛肉便當耶你看 裝著一盒賣大概 200多塊台幣 哇 現在真的我只能說台灣的物價啦 真的是算是高出不少 哇 你看這邊還有炸物耶 很香喔 你一走過來就可以聞到 非常香的牛炸物 你看有牛肉的這個可樂餅 一個是260塊 還有豬肉的跟這個 檀陽雞塊的 這樣一盒呢是 是都不到100塊台幣耶 大概80塊台幣 90塊台幣左右耶 它這邊還有義式的 那種義大利餃子 一個的話是100多塊 可是它大小很大喔 你吃這樣一個的話是會飽喔 然後旁邊還有搭配一些沙拉等等的 不然你看這邊 中式的便當 你看裡面有炒飯 蝦子跟糖醋肉還有燒賣 這樣一個呢是賣1200多塊錢 哇大家看 黑毛和牛的便當 而且好多喔 超多全部都是黑毛和牛耶 而且大家看起來有在特價喔 你看像這樣一大盒 有黑毛和牛的有魚的 這樣一盒是賣大概400多塊 這國產黑毛和牛這樣一盒是不到 不到大概400多一點點喔 感覺分量還蠻足的喔 哇啊給大家看這邊還有鰻魚便當耶 這樣一個呢是差不多300塊錢 欸還有這種豆皮壽司便當耶 你看這麼多 欸這個就很便宜了 這個才600多塊不到 大概120耶 跟玉子燒耶 欸它這麼大的玉子燒才賣1100塊耶 200多塊欸 比去那個外面還300塊而已 然後它這邊都是牛排的便當耶 你看這樣一大盒 欸這是你愛吃的漢堡牌 800塊而已耶 這樣才100多塊 我覺得比台灣的夜市牛排要划算耶 你看還有這種牛燒肉便當耶 這樣一盒是1300 可是你看它的飯啊 飯那邊也有肉 然後等於說它有兩種肉 都有給你配飯 甚至這種牛肉的漢堡牌 像這種份量都滿足 這個應該是絕對吃的吧 你看像這個 這個也是200多塊 可是它有配牛肉漢堡牌給你 它這邊還有賣串燒 上次我們去東京吃飯已經看到很多串燒了 它在百貨公司裡面也有 而且口味超多 不過它一串大概都要250 220到300塊 喔你看這個 看起來好好好厲害喔 一整隻這個章魚裝在裡面 這樣一隻是1000 欸不過它有小型喔 它100顆是1296 所以它是秤重的喔 像這樣一盒的干貝耶 欸還有那個魷魚飯 魷魚裡面塞飯你看 哇他們這些海鮮真的看起來都好好吃 都看起來都好誘人喔 哇大家看這便當 這是豬排便當耶 這魚整排豬排 哇這樣賣多少錢 1100 哇它這個還有這個小的豬排 這個才870耶 韓式大概900多 他們這邊的便當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價格的都感覺不會太貴 像這樣一個豬排 感覺上面有撒上一些乳肉的 這樣子呢是980塊 都非常的漂亮 你看像台灣的乳肉 還有這種是蛋捲的配肉餅的 甚至你看漢堡肉 喔它這一塊的肉 它這邊還有這種角煮 它們叫角煮喔 然後還有這種蛤蟆飯 或者是蟹肉配蛤蟆飯 看起來都超級好吃的 那大概 不過100多塊真的的話 那台幣你也不會覺得很貴 最主要是現在台灣東西 整個都變得好貴 尤其像台灣 100多塊可能還買不到沙拉的情況下 它那邊沙拉就會覺得還滿便宜的 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回到我們旅館了 首先我們就要來馬上試吃 剛剛我們在那邊買的 便當 我們買了兩個 這個是現在買的 廣道燒 然後旁邊這個是我買的 綜合便當喔 你不覺得我這個綜合便當滿有發酸的 沒有飯 沒有飯 可是它這樣子這麼多料 含碎950耶 那首先呢先讓下來試試看牛肉 它說是黑毛和牛 它牛肉滿好吃的 而且沒有什麼肥肉 吃起來也不會油膩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那接下來 然後這個是什麼 欸這個就滿大塊的 不得不說你把它棚進來看一下 它是豬排啦 可是可能是混合其他東西的豬排 你來咬一口 有點像馬鈴薯 喔那可能是可樂餅 有點辣 喔那可能是辣椒可以 不會比較鹹嗎 我覺得它這樣子 其實還是要買個飯來配比較好 對會比較下飯對不對 欸可是剛好 因為你買了這個廣島燒 那現在買的這個呢 它說是有蝦子的喔 對 沒有蝦子的 如果只是一般這樣子 好像才賣 八百多塊 八百多塊 它下面還有這個耶 花枝耶 而且不是只有一條耶 很多條喔 還有一條 喔那這樣賣1100塊 我覺得OK啦 對啊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大 因為前幾次我們逛道的時候有看到 我就覺得 欸這其實感覺 熟不懂啊 那你來吃吃看味道 然後它這個大阪燒下面呢 配的是炒麵 喔 現在來咬一口這個花枝 它這個比如我們去上野吃的那個 上野那個是不是還滿鹹的 對這樣 這個比較不會那麼鹹 我覺得這比較好吃 真的嗎 它吃起來就像海鮮炒麵啊 就像蝦講的喔 它這炒麵呢 裡面沒有加那麼多的醬油下去炒 口味沒有像一般日式炒麵 味道來得這麼重 它那海鮮味道超濃 好接下來我來吃一下這個 狗狗狗壽裡面它可以的花枝喔 很可以喔 夠粗 而且花枝吃起來是很新鮮的 接下來呢就要讓蝦來 我來試試看甜點喔 然後我必須說喔 他們的甜點真的是非常精彩 剛剛我們兩個在想要買哪個甜點的時候 真的是花了超多時間考慮 最後我們呢 我們是買了這個水果千層喔 它下面有點像千層酥啦 然後上面有非常多的水果 你看起來非常漂亮 價錢呢是大概945塊 然後第二個呢 喔 這個是什麼 西亞買的非常漂亮 它整個形狀就做了像草莓 然後它表面你看 晶勻替透的 它連草莓那個紫的形狀都做出來了 他們的甜點真的是非常漂亮 那你來試一口看看 可是它還有葡萄柚嗎 對啊 它好像是葡萄柚喔 嗯 它配上酸酸的 然後配上那個蛋糕甜甜的 很好吃耶 哇 它的水果真的很新鮮欸 它那個柑橘啊 我本來以為會是有點硬硬的 結果一咬它是整個非常新鮮 還噴心出來的 接下來最後一個重頭戲 喔 就是這個超級美的草莓 這個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叫塔 還是什麼超級美 它整個形狀就是晶瑩剔透欸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它裡面是有個那種像蛋糕的感覺 你來試看看 滿滿的草莓味 你看它是草莓蛋糕的感覺 然後整個都是草莓 可是如果跟剛剛那個水果塔比 層次比較豐富的 水果塔 賣相好 可是它就是草莓味 呵呵呵 好我來試試看 它外面是用草莓做成果凍 中間是慕斯 下面是餅乾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像慕斯蛋糕 它只把它做成草莓的形狀 欸還滿聰明的欸 它這樣吃其實 味道是算好吃的 而且形狀非常漂亮 最主要價錢才 800多塊日幣 但是就像蝦講 口感上來講 的確是這個水果塔 還要來得更豐富 但是 我必須講 如果是送給女生 比如說 女生跟家裡男生 買一個過去跟女生送小夜 我覺得這個 草莓慕斯蛋糕 應該是可以順得女生很喜愛喔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跟蝦呢 就是帶大家逛了 他們日本百貨喔 我們西湖跟東湖 不管是甜點跟便當也在 大家都逛了一遍 我必須說 非常精緻 我們兩個因為常傳 每次在池袋轉車的時候 都會順路去看一下 哇看到那個 蛋糕真的是琳瑯滿目 而且真的是非常精緻 每次看到都很想買 那至於他們的便當呢 我是覺得他們的便當 他們便當其實就是 機制吧 對 可是 我覺得如果要吃飽 其實也滿貴的 就是他們的便當的價格 大概一般 我看來看來都要破1000元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他們的品質都還是有相對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這個 9550塊的便當 它裡面的牛肉 其實吃起來就真的是 有到喝牛那個等級 所以啊 如果大家就是下次來到日本 不知道吃什麼的話 其實就可以像我們一樣 跑到各大百貨裡面的 甜點跟便當部收拾部裡面 去翻炒一下 說不定也會有意外的驚喜 非常推薦大家去試試看喔 好啦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先這樣 大家如果喜歡影片 喜歡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加開啟小鈴 也要記得訂閱 按讚 留言 對我們有什麼大支持跟動力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就下集 再見囉 掰掰 他非常想吃齁 各位 他非常想吃齁 他剛剛一直在看那個 你要吃這個